威廉就說我是靠我老婆 她說我是吃軟飯的 我說我不是吃軟飯的 我不喜歡你這樣講 我說我是吃粥的 我說我比軟飯更軟 我小時候第一次想要加入成家班 我還要買他那個成龍那個錄影袋 回來看說怎麼樣可以加入成家班 我記得我那時候第一天去的時候 他是個大樂天 那個記者會呢 裡面只有一個涼亭 小小一個涼亭 所有大排演員全部在那個涼亭上面 那我們一些比較二三線的 基本上就是在外面 沒有任何的遮蔽屋 超級超級熱 做完那個記者會完以後 我們就做一個拍戲 就是騎那個橫店的馬 他突然跑很快 然後他就突然甩頭 我就整個人被馬甩下來 他這裡不會騎的時候 就是說二三線演員 一個人去那邊 然後連馬都欺負你這樣 對可以這麼解釋 但那個還不是最慘的 我記得有時候去拿便當的時候 領便當還會問你說 你是誰啊 你為什麼要多拿一個包子 就那時候情緒都會受到一點影響 就覺得說 畢竟也出道了一陣子 然後來這邊就是要跟大家一起領那個便當 又要被人家問大小聲說 你是誰啊 你是藝人嗎 這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我覺得自己已經漸漸的 沒有這麼迷戀在藝人的工作上面 我倒覺得他只是一份工作 我覺得這個標籤很難很難被撕掉 因為我在可能有生之年都不見得能超越我岳父 有時候我太太會很在意這個標籤 但我是蠻順其自然的 有時候我的團員也會嘲笑我 我以前就說我是靠我老婆 他說我是吃軟飯的 我說我不是吃軟飯的 我不喜歡你這樣講 我說我是吃粥的 我說我比軟飯更軟 我說你沒辦法想像我在家裡的時候 要回去求錢怎麼樣 我說只要有一天你們結婚了 你們都是吃軟飯的 因為這是你老婆說就算 會有吵架的 有時候吵到就是 我會自己自己就 離開家裡面出去外面走走 要離家出走嗎 對 但是一個小時候會不會 為什麼 因為她說小愛情 我對我太太是帶著有一點比較抱歉 講直接一點她也是個千金小姐 陪我在那邊端盤子 我也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很對比其他 就是希望可以真的是賺到錢 可以讓她覺得 這是一個值得的一個老公 真的是這樣子